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姨娘的话语权甚至会引发大地震 你注意到七十三回里面的那些情节流动了吗 怡红院里本来没事 大家都准备睡觉了 忽然跑进来一个小丫头叫小雀 说刚才赵姨奶奶不知道在老爷面前说了什么 要贾宝玉小心 仔细明天老爷问 这个小雀是赵姨娘的一个小丫头 赵姨娘打发贾政安歇时 发生的什么窗户掉了 需要去把它重新复原之类的事 可能都是小雀这些人参与的 小雀一定是听到了很严重的话 小说里写得很清楚 怡红院的人问她 这么晚你跑到这干什么 很反常 小雀就说她知道一些情况 必须告诉他们都没有坐下喝茶 说完立刻就走人了 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宝玉就没法睡了 这还怎么睡啊 明天她爸问她 问什么 想必是问功课 所谓功课就是四十五经 学着写八股文章 一想这些天根本离这些个东西就很远 只好立刻开始恶补 这就闹得整个怡红院都没法睡觉 她不睡觉 大丫头当然就带头不睡觉 小丫头 有的在那坐着坐着就困了 头撞了墙 还被秦文臭骂了一顿 搞得很紧张 然后呢 情节又往下流动 就在这个时候 方官 方官本来是唱戏的 后来戏班子解散了 就被分到怡红院当丫头 她出去了一趟 书里多次写丫头出去了一趟 说白了 就是方便去了 回来以后呢 就说看到一个黑影 从墙上跳下来 情文如获至宝啊 本来找不着理由来阻挠 第二天贾政 问宝玉功课 这不就是理由吗 于是就说有贼呀 有人跳墙啊 然后就让那些守夜的都别睡了 登陆火把的搜 哪有啊 搜了一页 也没结果 曹雪芹写情文这个人物 写得真是非常生动 也让我们心里非常难过 因为情文万没想到 是他把事情闹大的 情文当时就说了 不要以为这个事就完了 宝玉受惊了 她是要去告诉太太的 要问太太 要安魂要的 难道就罢了不成 情文理直气壮 觉得自己跟王夫人是一头的 像那些守夜的发威 可那些人就是找不到贼呀 怎么办 没法交代啊 这个事滚雪球般越闹越大 最后就闹到贾母面前 贾母就发怒了 说她知道府里面的这些弊病 一定是晚上有人聚赌 于是就查赌 情节是这么流动的吧 雪球越滚越大 一查赌呢 不得了 迎春的奶妈 都是带头赌博的庄稼 牵扯到很多人 最后是黑压压跪了一院子人 给贾母磕头 因为老祖宗平常不理事 她突然亲自来管这个事 大家当然都害怕了 再往下 又偏偏有一个傻大姐 捡到一个绣春囊 交给了邢夫人 邢夫人和王夫人有矛盾 就封起来交给王夫人 意思是说 你是荣国府的女主人 你管这一摊 您管得怎么样啊 您看看呀 连这种东西都出现在 在大官园里了 因为根据书里面的设计 贾舍是贾母的大儿子 邢夫人是大儿媳妇 可是呢 邢夫人却没有 荣国府的管理权 邢夫人 她也代表着一个利益集团 跟王夫人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王夫人觉得 没脸 就气冲冲地去找凤姐 开头她认为 那是凤姐的绣春囊 凤姐辩解说不是 而且确实不是 那么绣春囊究竟是谁的呢 本来打算按查 没想到邢夫人的赔房 王善宝家的 又掺和进来 对秦文下了谗言 事态就发展到了公开抄检 大官员 抄检大官员的首个受害者是谁呀 就是那个非要强调 有人跳了墙 别人说别查了 算了 他认为不能罢休 要报告太太 非要把是脑大的那个人 秦文 所以 曹雪芹铺排出的情节 流动得非常自然 也实在是惊心动魄 读了这些文字 能让我们想到 人性的复杂 人的命运的诡诀 事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 等等许多很深刻的东西 讲了这么多 追根溯源 风起于清平之末 抄检大官员 就是由小雀 报信引发的 就是因为赵姨娘在贾政面前 告了宝玉的状 可见赵姨娘的能量很大 是一种很具有破坏性的邪恶力量 细读《红楼梦》 我们不难发现 曹雪芹 基本不对书中的人物形象 做简单化 脸谱化的处理 这是曹雪芹塑造人物形象时的 重要美学原则 但对赵姨娘却是一个例外 在曹雪芹的笔下 赵姨娘生性糊涂 心术不正 行为猥琐 是一个比较平面的人物 心狠手辣的赵姨娘 想通过害死林黛玉来达到是贾宝玉崩溃的目的 那么她究竟会如何对林黛玉下手呢 这一点在前八十回里面没有明文描写 但是也有线索可循 什么线索呢 第三回写林黛玉进府 贾母他们一见林黛玉 就发现林黛玉身体面旁 虽怯弱不胜 却有一段自然风流体度 便知她有不足之症 就是发育上有些先天不足 因为 常服何药 如何不极为疗治 林黛玉就如实地跟她的外祖母汇报 我自来是如此 从会吃饭时时 便吃药 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 贾母就吩咐道 这正好 我这里正配完药的 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人参养荣丸 对于贾府来说不算回事 这种药虽然很昂贵 但也无非是用人参这样的东西制作 原料并不难找 本来这似乎是咸咸的一笔 好像没多大意思 但是 枝燕斋在这个地方 有两条批语 值得注意 一条是 文字细如牛毛 可见支燕斋就主张 要进行文本细读 不要放过一些细微处 然后就在贾母说 叫他们多配一料 就适了的地方 非常明确地写下一条批语 为后昌 灵浮脉 就是说 这几句关于配药的对话 是在为后面贾昌和贾灵两个人的故事 埋下一个伏笔 曹雪芹经常是草蛇灰线 浮言千里 在第三回 他就有这样一个草蛇 这样一条灰线 但八十回之内 他都不呼应 八十回后 他会讲到 贾昌贾灵这两个人在后面的情节中是会出现的 大家知道 贾氏这个宗族是很庞大的 宁国府 荣国府 是两个封了贵族头衔的大府邸 是贾氏当中最光荣的两门 但是 他们还有一些穷亲戚 有一些经济状况 中等 甚至低等的亲戚 有些这样的亲戚 就会找到他们这儿来 让他们在经济上 给予援助 有一些男性亲戚 还希望在府里面 揽一个事 挣一些钱 因为你在府里懒了事 府里就会拨给你银子 你拿银子做事的过程中 就可以留下一部分 作为自己的收益 在小说里给大家印象最深的 就是贾云 贾云是宁荣二府尽知的一个后代 是个血缘亲 贾云几次求职都没成功 最后终于获得一件差事 在大观园里面 捕种花草树木 那么书里还有没有写到 另外一些甲氏宗族的子弟 参与府内的事物呢 有的 比如大观园 在原非省亲以后 就要正式做扁 原来原非省亲时的扁额 都是做的灯扁 因为原非没有认可 你不能把它固定下来 原非认可以后 有的经过了改动 你就要把它正式的固定下来 像石头上的就要刻 刻完弄成红颜色 参与这件事的 除了贾荣 还有贾瓶 也是草子投背的 然后还很明确的交代 由于人手不够 贾真 又将贾昌 贾灵 换来监工 这一笔就告诉你两个信息 一个信息就是贾昌 贾灵他们 本来就在府里面 有他们管的事务 现在由于这件事情很急 需要很多人手 因此就进行了 人力资源的重新布局 贾真就临时 把他们两个也叫来帮忙 既然贾昌 贾灵这次是临时帮忙的话 那么平时 他们在府里面负责什么呢 应该就是负责配药 第三回支批 已经讲了吗 为后昌 灵福迈吗 所以曹雪芹下笔 的确是细如牛毛 手法真是高妙无比 既然贾昌贾灵手里 有配药权 可想而知 赵姨娘就可以和他们拉关系 赵姨娘就曾经和马道婆 拉过关系 而且通过拉关系 她也得手了 只是最后功亏一篑 八十回后 估计有这样的情节 赵姨娘或者是贾桓 说动了贾昌贾灵 让他们在给林黛玉配药的时候 不一定直接下猛毒 但是可以让林黛玉慢性中毒 最后造成一个查不出来原因的死亡状态 这样贾宝玉就非得急死不可 第五十七回就写到 惠子娟 请辞 是盲玉 大家记得吗 仅仅封闻黛玉 要被林家的人接走 贾宝玉就急得要死 大病一场 几乎崩溃 如果林黛玉病死了 又查不出原因 贾宝玉肯定要么死掉 要么出家 这就是赵姨娘 所要达到的目的 她要去做的是 她将怎样做这件事 根据我的推测 和贾昌贾灵有关 从世俗角度来说 林黛玉的具体死亡原因 就是 王夫人和薛姨妈 为了争夺荣国府的控制权 对她的排挤 和赵姨娘 为了争夺荣国府的控制权 所下的毒手 那么林黛玉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是不是像高厄所写的那样 由于一个调包记 生贾宝玉的气 然后自己就焚搞断痴情 死掉了 我个人认为 曹雪芹的构思 不是这样的 曹雪芹 对林黛玉的死亡的描写 应该是写她陈湖 我为什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下一章 将会揭晓答案 今天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更多精彩小说 请您下载 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声音者警航 请不吝点赞 订阅